印度警察拿着盾牌跟棍棒 对着民众就是一阵好打 民众四处奔走 场面混乱 这里是印度拉贾斯坦邦 第二大臣久德普尔 这边的穆斯林原本要在街头悬挂 庆祝开斋节的旗帜 没想到却被印度教徒阻止 双方从口角变成全武行 警方接获通报 上前维持秩序 眼看场面越来越乱 才会出动棍棒还有催泪瓦斯 愤怒的民众则是破坏警车 还有公共设施泄愤 为了避免冲突扩大 当局已经下令切断网络 并且实施宵禁 在印度各地时不时 就会因为宗教纠纷发生暴力事件 今年二月还发生印度南部的学校 禁止穆斯林学生 上学不可以带头金 当时学生与校方爆发激烈冲突 这次印度教徒与穆斯林 又为了谁能够在街头挂旗帜 上演街头大战 也让当地宗教嫌隙日渐加深 华氏新闻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氏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氏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